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強迫營業 寵物用品整合行銷經銷有限公司的總監 李占年 Jerry來接受專訪 Jerry你好 你好 Jerry當初是什麼一個起情動 你會讓你自己想要出來創業 主要是因為自己在 之前有待過 一間比較小的 之前在旅遊業的時候待過一間比較小的公司 然後後來就是 規模越做越大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經歷 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不得不離開旅遊業 所以轉到寵物用品業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同樣是屬於民生必需品 樂這一塊 那個食衣住行育樂樂這一塊算是民生必需的末位 然後 跑到賣 食這一塊就等於是首位 對 發現說那個 整體的 模式 有點很不一樣 對然後 後來就是 因為一直以來 我做銷售我很不喜歡 是銷價競爭 或者是說反正就是 以量自駕那種東西都是我 這個走不長久 銷價競爭以量自駕這個都走不長久 對 然後後來因為 在 某些 比較老字號廠商或者比較已經在台灣比較有名的 廠商來過 然後他們都很喜歡追求KPI 那我覺得 如果用這種模式走下去 新的廠商新的品牌 很難 變成是一個品牌 是 他可能在品牌 還沒有成熟之前 還沒有站穩之前 他的品牌大概就已經做不下去 嗯 那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東西不見得差 對 所以只是他需要一點時間 讓他茁壯 對 所以 我那時候 後來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也 因為 之前的幾間公司的工作經歷 所以有些 新品牌的 負責 這是新品牌他們會 會有跟我們接嗆 那接嗆之後 久了之後發現說 好像他們某些方面的 思維是 是正確的 那就希望能夠 幫他一起 完成他自己一個品牌的 的構想 這樣子 所以你才有 成立了強迫營業這一家 對才成立了強迫營業這一家 不過我應該 應該也很多好奇 為什麼公司名稱 安全名叫強迫營業 強迫營業這個名字主要是因為 之前在 傳統的廠商 待的時候 是 那因為 畢竟就是 公司一定有公司的 規定 對 那通常對於業務人員而言 公司最大的規定就是因為 業務可能是公司唯一的 營收來源 獲利來源 所以 公司就可能會 定一些業績目標啊 然後 KPI啊 但是有些 有時候我覺得 KPI這個東西在台灣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你是用等比急速在往上跑 而不是參照整個大環境 是不是 符合 對 所以 當在 業務人員在做KPI的時候 他可能會做一些 我覺得可能不是那麼合適的狀況 因為他 他畢竟人還是 要以自己的 生活 為考量 所以他可能會用 很多不同的手段去 讓 通路商這邊去 販售公司的商品 那我那時候就造成一個狀況是 我也曾經這樣子做過 可是做了之後會覺得 這支商品 我連在推的時候都不是那麼好推了 因為我自認為我覺得 我在專業度跟 種種上面是不錯的 我也認為說我會比 通路商來講 更了解 自己的商品 所以就覺得 我今天 都已經這麼會販售 自己的商品 然後 他們不見得 什麼會販售自己的商品 而且可能他們是屬於被動型的銷售 那 萬一他們今天 東西 賣不掉 對我來說 我覺得就是一個人情啦 那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當我在命名這個公司的時候 就是覺得 如果真的想做品牌的品牌商 跟 他真的是 看好這支商品 有趨勢 有優點 對 那他去競爭這支商品 我們覺得就是 他也願意競爭這支商品 表示他是 兩兆之間是對我有一個信任在 那既然 他們對我信任在 我覺得 我能夠給他們最好的報答就是 責任 所以就逼著自己 要繼續在這個產業 待下去 待下去 對 是是是 那你們強迫營業 最當初你的經營理念是什麼 我的經營理念其實 當時也 其實當時在設立這個品牌的時候 是因為 一開始在幫人家做 然後在這個產業 呃有一個 名詞不是那麼好聽 叫做蟑螂 就是 他為了 所謂的 可能他想要多一點的 收入 是 所以他 反而就違背了可能 品牌商原本的規則 對 那 我 我們那時候就是 一開始在幫別 幫品牌商在做 這件事 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 就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定位就不是 為了 像蟑螂那樣 就是我並不是以我自己的 收入為 最優先的考量 那我希望 如果今天我有一間 公司 第一個是我可以讓 我自己有一個品牌 雖然我們沒有自己的商品 但是對我來說 我可能就是這一支 或是我的service就是這間公司的 商品 那我如果今天 有這樣的一個品牌 我對於品牌商 跟 通路商之間 都會有一個保障 他們相對兩道之間會比較放心 所以我當時的 理念其實只是希望說 透過因為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 大家可以 更 順暢的合作 以至於說品牌商他在 販售自己的商品上 或者是說他在建立品牌上 能夠更容易 那我主要還是希望說 透過自己的公司 能夠 如果今天假如說 我 即便我只是在 品牌商和 通路商之間的橋樑 對 可是如果 我連 這樣子的一個算是無形 沒有實體商品的 情況之下都能夠 做出一個口碑 我相對的也是在做品牌 所以這是我當時在 設定公司 這間公司的最初的一個理念 對 那你們怎麼去幫 你怎麼去應該說你怎麼去選品 怎麼去選這些 品牌進來 我跟一般的 其實我 我們這個 這種經銷商 本身在 各個產業來講 都不算是 很新的一個產業 那只是 寵物業因為近幾年 可能 品牌比較多 對對 就是進場的人都比較多 對蠻多的 那可是大家 一開始 就是品項也不多 所以他們也 也許他可能不是業內 對於整個產業 寵物業的生態 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他們就會需要一個 經銷商來幫他們 去完成 這個 跟品牌 跟通路商之間的 橋樑 對 那 我 我自己當時在 在選品的時候是因為 有些快銷品店 因為 品牌交易爆炸 有些快銷品的類別 都會有一種 所謂的選品店 就他中間會去幫 他的中端消費者去做一個把關 然後去做一個篩選 那我自己 也 會 這樣去做 可是我 反而跟 早期的幾個經銷商比較不一樣 是 基本上之前早期的經銷商就是只要錢到位 貨都好談 銷量都好談 可是站在我的立場我不是 我是希望說這一支我自己經銷的商品 他不要是太 因為如果今天要做品牌 現在如果要 講白了 我們講銷量最好的 賣衛生紙 衛生紙現在還有辦法做出一個品牌也不容易 所以我才覺得說 我不是用這種 這種形式在 經營一個品項 是 操作一個品項 所以我們在選品上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針對他的特殊性 他的市場性 是 那因為我們 吃的東西 最直觀反射是到 貨海身上 對 那 跟那個 某些製藥廠的理念一樣 除了對他無害 但希望能夠對他有幫助 對 所以我在選品上 我是喜歡選一些比較優質 比較特殊性的商品 對 但是他相對的也不見得是 叫好又叫做 只是就是 但是這 應該是叫好但是不見得會叫做 對 對 叫好 對 但是 這就是我們 經銷商的 任務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你們 強迫營業你們把關的就是品質 就是你不是先以理論看 你是先以品質看 對 所以我自己很常會跟 品牌商講 如果你今天期待 跟我因為 你會一直合約 你下個月 的市占率就從 10% 提升到50% 那 我不適合 我絕對不適合 因為我希望的是 EVON我可能第一個月 5% 第二個月市占率變成是7% 然後 然後緩慢的成長 可是等到他真的一定 有一定的口碑之後 他 有 比較高的一個 因為產品有所謂產品周期 那 起不起完就是成長期 成長期他的曲線會比較 懂 所以如果他願意接受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們就是可以合作 是 對 但是前提就是真的他 東西是要有 有一點 特殊性跟 跟這個 優點在 優點 是 那絕對你們強迫營業 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計劃是什麼 短期的話呢 因為 我們 當我開始在做經銷商這個 狀況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 以區域均銷為主 所以 那個時候很多東西是 那時候可能手上的品牌商也不多 所以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自身的經驗 然後反饋給 品牌商 琴品牌商在 後勤行政上面 作業上面去做一個優化 那可是因為你後來 那個時候是等於是因為是無殼蝸牛嘛 沒有 自己沒有公司 所以 不會有一些什麼稅啊 款項啊 物流上面的倉儲等等的問題 對 可是 現在有公司之後 然後 可能 也因為之前 做的一些品牌 有做出成績 所以有更多的新的品牌商會 主動來 洽談 那我就會希望說在我 選了一些商品之後 是 能夠 因為有些品牌商他們有 他們 他們不是很了解 這個 生態 但是他們就是有他們既定的 希望的一個 做法 那我就希望說 有些東西我們 經銷商這邊 能夠配合的 我們盡量配合 但是因為一下子 今年就又多接了三個 新的品項跟品牌 所以就希望說把 這些東西再做一個優化跟調整 這是短期的部分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 到下半年可能就不會再接新品項 因為 反正已經有四個品項 已經有四個品項 那如果是以 以中期來看的話 希望說如果 這些東西已經上線 能夠 多代理一些 多經銷一些新的品項 不同的品項 不同類型的品項 就不一定是食品 不一定是食品跟保健品 可能是用品 用品 或是可能是機器 比如說貓砂機 那一種東西 或是說那種什麼貓砂 對 或者是說像食品類 還有所謂的 零食啊 複食啊 這一類的 會可能會想要往那一塊去 去 就是不一樣的品項 不一樣的品項 而且 其實以吃的來講就有分很多 對 所以想說要去嘗試不同的 生態 甚至如果他今天有一個 很新很新的商品 我們也都願意嘗試 對 那這個是中期來講 那長期的話是 如果還是繼續做 只是做負責經銷這一塊 會希望說 不管是進口還是 台製商品 他之後能夠做到是 品牌商 他就完全不需要 商腦筋在於 經銷這一塊 是 對 他會願意直接從 一開始 在進到市場的時候 連一些市場規劃 都能夠 參考 參考我們的意見 這個是如果是不推 自有商品的情況之下 那最後想請教律你想 我有知道很多人現在都想創業 那如果說他們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應該講說 在做品牌 這一塊路上 就要把自己當成是一個發明家 你很難就是 馬上到位 對 所以他必須要有 一開始不要 期待他能夠 有多少的 利利 獲利 能夠 放長遠去看 細垂長流 那我也希望台灣的品牌 能夠慢慢著遠的是 國際性 國際市場 不要只是在台灣 對對對 其實很多品牌的那個 最終目標是想要國際化 對 是不是 可是很 以台灣的狀況來講 這個是相對很難 所以我覺得需要熱誠跟堅持 對 沒錯 是 今天高興邀請到強迫營業 寵物用品整合行銷 經銷有限公司的總監 李占年 Jerry來接受專訪 謝謝Jerry的分享 謝謝您 謝謝